这是散打沙皇穆斯里木在中国的一场比赛 对手是散打小将清格勒 穆斯里木曾经一度是中国拳手的噩梦 他在散打规则下赢计击败了三位中国冠军 拿到了中国赛事的散打王 并且在后续又击败了多位高手 他和康里、刘海龙、侯赛因并称为世界四大散打王 穆斯里木的转身推法和摔法应用得炉火纯青 在综合格斗比赛中也大展身手 清格勒来自散打的黄埔军校西安体院 重新获得过全国散打冠军 也打过多场综合格斗比赛 是一位技术全面敢打敢拼的拳手 比赛开始后两个人在战力阶段进行试探 因为他们的战力打击水平很高 所以谁也不敢默然进攻 随后双方进入内围产斗 清格勒使出西状 但是被穆斯里木摔倒进入地面 最终穆斯里木以凶狠的地面砸全 直接将清格了DKO 如果让这种穆斯里木把上身提起来 这种地面压 直接DKO 穆斯里木强不获胜而结束